随着车辆的技术不断进步 以及欧洲严格的排放限制 涡轮增压车型逐渐成为车辆市场的主流 也带动了涡轮增压器的庞大商机 面对国际各家大厂的竞争 台湾一家成立不到10年 专注于涡轮增压器的制造商 已经成为欧美涡轮增压器OEM的新宠儿 而这家台厂对于零组件的每一个环节 就像工艺品般的精雕细琢 因为一有疏失将可能造成驾驶的危险 接下来专题带您直集 台湾业者如何透过涡轮增压器 成功打进欧美市场 大型圆盘稳定转动 为涡轮增压器当中担任润滑作用的止滑片 细致慢磨 磨好后先量测 没问题再入磁针研磨 让表面细化 拿起一片研磨前跟研磨后 磨好的止滑片表面细致有如惊弓 如果一旦这个润滑的功能 不具备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这个涡轮就会产生所谓的异常 也许反而会所谓的形变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其实像中间这一段来讲的话 它的精密度是1μ 我们头发的粗度是0.1 关于它这边的误差值是0.001 从零件到轴承 将涡轮增压器的每个环节 放到最大最细心雕琢 就是要确保产品的稳定与安全 自家2011年成立不到10年 已是全台少数专业涡轮增压器制造厂商之一 客户遍及欧洲北美 其中美国一家占全球有四成市占率的UTV集团 最后决定将自家中国大陆厂订单 多转由台湾代工生产 我们刚接触其实是2013年 他们开始计划是说 怎么从传统的引擎 变成一个涡轮增压器引擎 那在那当时 它其实在大陆已经有两家核子厂 我们的核心零部件 我们现在其实是变成唯一供应商 因为我们的稳定度是最高 那因为这个系列产品是 等于卖在新的撒冷车UTV上面使用 所以对客人它其实 他们care的是品质稳定度 根据资料统计 在全球环保趋势与新兴市场需求驱动下 全球车用涡轮增压器销售数量 从2016年的3800万台 成长到2019年的4900万台 达120亿美元 而车厂定位才最高标准 通过德国莱英国际标准化组织验证 IATF16949和十多项专利 引领前进的是集团第二代 66年次的詹俊能 其实我们看到是说涡轮这个东西 会成为一个趋势 有点像是传统手机变成智慧型手机 更换的这个趋势 我们有关系企业是2003年就有一些资源站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东西 觉得它是一个对的产业趋势 我们有部分的浓耗在手上 所以基于这两个来成立 那刚好这一块我觉得刚好是 以前练经济学会的东西 詹俊能说自己是另类接班 因为集团需要从基层做起 更钻研涡轮相关研究 现在可说是涡轮专家 基于集团在汽车修护 及零组建领域耕耘30多年 相关企业回馈的维修经验 成为山巨能在涡轮增压器的利基 并与关系企业合并 增加改装车 特质化生产 也锁定未来燃料电池车需求 看到比较大厂像Toyota Honda 他们其实都持续推的电动车 有点像是在燃料电池这个领域 对 燃料电池领域 其实我们涡轮它就有扮演的角色在 客制化就会有我们自己的色彩 我们自己的研究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所谓的大陆这些厂商 就是很清楚地画一个界线 阴影少子化自动化趋势 詹俊能率领团队 开发机芯自动组装产线 而放眼未来 詹俊能说下个阶段将着重日本及台湾市场 要把这份让欧美肯定的荣耀 带进亚洲 扎跟台湾